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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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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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劝勉修训的人 我们如何在生活上实践这些真理 活出这个属灵的实际 说完这些之后 他向罗马城的信徒就是这个修训人 去表达他自己侍奉的心态 他侍奉的原证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基督耶稣的服役 他知道谁是他的主人 他知道他在地上存活的时候 他所做的是什么 不如是哪一位主人来做 他是蒙照做神福音的祭司 他很清楚 神是将这个全福音的积分交给他 不单是这样 神很清楚地告诉他 他是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他是奉派去到那些闲民福音的外邦人群体当中 要去做栽种的工作 要去做全福音的工作 要去在那些还未有再生能力的教会出现的地方 换句话说那些地方 还未有足够的基督徒 可以自己去自存自养的时候 他要在那里去为神的家的建造 去立好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但他要做的是一个根基的工作 而且当他在一个地方 完成了这个的立好根基之后 他就会move on 他就会go further 他就会继续的不断去扩张神的灵域 今天我们会看到 保罗的一些事工计划 在他结束罗马书的时候 他向这些信徒来说 他的计划是怎样 和这些收藏人有什么关系 他说既然他已经从耶路撒冷 直到以利利古 将基督的福音都传开 所以他的立志是继续的向西 他由巴勒斯坦的地方 去到以利利古 就是以前的南斯拉夫 各个地方 他继续的向西不停的迈进 保罗的心志 他要不停的去迈进 但他首先要完成一些 他已经开始了的工作 将外邦地区的信徒 对耶路撒冷的肢体的捐献处理好 建立好外邦人和犹太人 信徒之间互相分享供应的这个关系 这个是他的全局信息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面 当我们在新日的福音 告诉我们 今天外邦人和犹太人 是同为一体 同为后智 同梦应去 都是在一个同样的地位上面 来到他亲近神 都是在同样的渠道当中 蒙恩来得救 保罗要帮助这些信徒 来建立一个互相尊重 互相帮助 分享供应的关系 他们都藉着这样 来去勉励罗马的信徒 要效法他们的榜样 如何去支持 那些全福音的事工 去支持其他的同工 但保罗更加看重的是信徒的代祷 信徒为他的祷告 代祷的同工 是更加直接的 去支持他 勇往直前 继续去go further 继续去 不断的去埋进 他一个的心志 好像他和一班教会的领袖说 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证明神恩惠福音 求神开你和我的眼睛 求神让我们看到 远处未得之地在哪里 亦都认知那些在我们鄰近的 未得之文 有时候我们说 要讲宣教好像很遥远的事情 我们怎样去支持宣教 我们怎样在本地的福音工作上 成为神所用的器皿 成为神去托展他自己的角度 去将更多人带到神家中的一个器皿 求圣灵使用保罗的榜样 激发你和我全福音的热成 承担使命 确定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的职份 我们怎样和教会的大兄姐妹 能够配搭一起 我们怎样去支持 普世福音律事宫里面的宣教师 我们一起去讲全福音 使徒保罗他心心体会神的心意 在二十一节上一次我们提到 他说到神的意思是 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张遥罕见 未曾听过的张遥明白 神的恩典神的救赎是为万民来预备 虽然的确我们看到的是 被照的人多损伤的人少 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仍然是少数 我们更加需要更加有这个迫切感 因为我们是少数 因为还有很多美德之民在外面 无论是远方的 无论是近处的 还有很多subculture 我们所说的 某一个背景的人 无论是宗教背景 文化背景 工作背景 生活背景 是很少被福音接触到的 是我们blind to it 是我们看不见的 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得见 如何去将福音 带到这些人的面前 宝内有一个的心 他要走遍人居之地 走遍有人的地方 他就要去那里 所以当他想到罗马城 罗马城是一个 有很多不同种族 有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聚居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说我屡次定义往那里去 往那些收上行的罗马城去 但是他说无奈 事与愿违 但他知道为什么他去不了 他没有一个埋怨的心 他说因此我多次受难阻 不能到里面那里去 但他不是存着一个很晦气 或者是很frustrated的心 他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说我多次被难阻 是神在那里难阻 他叫他不要去 神有其他的工作要交托给他 保罗是一个有远见有异象的人 他要将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 他盼望万民都可以听到这个福音 他要向万民来作见证 但他都知道福音讲传是有策略 是要按部就班的去进行 当主耶稣离开这个世代之前 当他升天之前 他交托给门徒的使命 是你要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和撒马利亚和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 中间有几个字 和合本翻译是没有的 但在原文是有的 一方面那里告诉我们 我们的福音工作是parallel develop 是平衡发展 不是要等到耶路撒冷的人 都已经相信耶稣 我们才不要放人去其他地方 但是虽然在这个平衡发展当中 在哪里先开始 在每一个地区的开始 是有一个先后的次序 保罗亦都是从耶路撒冷 直到以利利古 他是从巴勒斯坦 从犹太地 耶路撒冷开始 犹太全地 撒马利亚的地方 然后去到今天的土耳其 小亚细亚的地方 还继续去到欧洲 希腊半岛 由马基顿 阿干亚 直到以利利古 南北的都已经走遍 当时他还未曾跨过 Adriatic Sea 去到意大利 所以直到他写罗马书的时候 他仍然说 我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 这是他当时很诚实地去面对 他自经经过的一些事情 但是他说但如今 但如今不一样 但如今一个时机已经成熟 那些地区已再没有可存的地方 就说已经没有一些未闻基督的名字的地方 每一个的整个 他所提到 由耶路撒冷到以利利古的地方 都已经有一些接受了 主耶稣基督 遵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的信徒群体 都已经打好了基础 当然竟然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还有很多的建立需要做 但是保罗说 我已经有自由去move on 我要继续go further 我要继续向那些未得之地 向那些未得之民 来传福音 而且我多年来渴望来到你们那里 他说我多年来都想去到罗马 我相信他不是要去罗马帝国的京城去旅游 不是去那里去观赏 那些很宏伟的建筑物的皇宫 因为他很清楚 我是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 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 他渴望的 他渴望的是 探望在罗马的基督徒 他重视的是人 他重视的不是一些东西 他重视跟那些信徒的交往 他说 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 要将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 你们可以兼顾 他无论去到哪里 他都一个心意 他要兼顾那些信徒 要踏好一个根基 让他们能够继续生根建造 继续成长 他要运用自己属灵的恩赐去服侍对方 去为别人求好处 保罗也都会因为这些信徒得而兼顾 因为他们有得到被兼顾的缘故 他心里少得满足 只是一个部分的满足 因为这个不是他整个的计划 他的计划是经过罗马去到西班牙 大家明白 欧洲的地方 他从东边 从以色列的地方 去到土耳其的地方 去到希腊 去到意大利 再过去 再向西 去到西班牙 但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来说 那个可以说是最西面的一个地方 甚至有些人去猜测 是否在当时的人所知道的世界的终极 因为我们知道 从西班牙到葡萄牙 派出去的那些探险家 发现美洲新大陆 新世界 所以这是新的世界 他们的世界 只是去到那些地方 保罗的心志就是 我要将福音突圈到地極 要向万民作见证 但他的心愿是 先和在罗马基督徒彼此交往 让他们有某程度的了解之后 让这帮人不仅是认识 保罗是耶稣基督徒的仆人 是奉召作使徒 是奉派传神的福音 也都了解他持守的信仰 他所传的信息的内涵是什么 是看到保罗是按照心灵的信仰 不是按照移民的救养 这个是侍奉主的理念 更加是保罗说 我要去到你们当中去服侍你们 他让你经历到我怎么样的 运用我的属灵恩赐来帮助 来建立教会 然后他说出他最终的目的 然后蒙你们送行 这个送行在圣经里面的说法 不是开个宽送会 这个讲到的送行是指 在物质上面去供应那些人的需要 特别是神的工人 特别是那些为神的名出去的人 叫他们没有缺乏 是去资助他们的事工 保罗在他三次的宣教旅程里面 都是安提阿教会成为他的 可以说是传福音的基地 宣教的基地 今天他要 所以他可以cover土耳其一带 安提阿寨在地中海海边 所以他仍然可以伸展到 甚至去到希腊半岛 但是他知道他要继续往西走的时候 他需要一个新的福音的基地 一个差传的基地 他盼望罗马的教会 可以成为新的安提阿 所以他特别地去向罗马的信徒 来都去解释 他知道他希望从他们得到的 不单单是为他祷告 更加是在物质上面的供应 包括人力上面的资源 所有的侍奉工作 其实今天无论在教会里面 无论我们看宣教工厂 最缺乏的不是金钱 最缺乏的不是物质 最缺乏的是人 保罗是同样的 很盼望在罗马认识一些信徒 特别一些是了解 因为他们比较接近 了解西班牙 了解更西的那边 保罗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的人 可以跟他配搭一切的侍奉 另一方面他都希望在他 来到和这帮信徒相交之前 让他们不单单是明白 他所传的福音 因为他知道除非这些人 除非罗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 是明白他所传的福音 了解他所传的福音 诵谤他们的人 说他们是传恩惠的福音 恩典的福音 就是鼓励人作恶以成善 他要去澄清这些事情 好叫在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 真的能够对保罗是完全的适宜 不会有怀疑他的地方 愿意去传心地去支持他的宣教的工作 所以他在罗马书里面 我们看到 我看了一本参考书 是罗马书的注释 但他的书名是 The First Theology of the First Christian Theology 是一个好像一本神学的书 因为他将到人的罪 将到耶稣的救赎 圣灵如何使人成性 神的主权 我们在前面看到 是罗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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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罗马书的见证人 我们也要承担使命 是万民作主的门徒 保罗争取得到信徒 去送行去资助 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 而不是为了达成他自己的目标 而是带着福音的使命 不断地迈进 他说是一个以神国兴望为己任 至个人利益于道外的 一个侍奉的人 保罗要人明白 他侍奉的心态 他侍奉的原则 以至那些人 愿意甘心去支持 他继续向西 继续去不断迈进的福音工作 他说 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 他说虽然我是很想去罗马 虽然我有一个很清楚的意愿 是得到罗马信徒的资助 但他有一个更加重要 他眼前要做的事情 而且那件事情 是可以成为 这个罗马教会的一个榜样 他让他们看到信徒之间 在物质上彼此分享 供应别人的需要 是初期教会 一个典型的生活的例子 不单止在耶路撒冷教会是这样 如果我们回去看 《耶路撒冷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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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应该是这样的 虽然保罗很想很快去掌握机会去罗马 但他以神家的事为念 他不是追求他自己的意愿 他追求的是神要他做的事情 所以他选择先去将 供给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 是以供应饮食 供应他们的物质的需要 来服侍众圣徒 这个也不是保罗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 在他初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 他还在安提阿教会 安提阿教会的信徒 就定义 照着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 供给犹太的弟兄 他们就这样行把捐行 托巴勒巴沃索 送到众长老那里 就是供给在耶路撒冷 在犹太地区的基督徒 因为饥荒的缘故 如果大家记得在《小狼传》里 有记载到有一个先知阿加布 告诉他们 将来会有饥荒会临到 你们很好的预备 真的在格鲁丁的年间就发生了 所以当时在耶路撒冷 在犹太地区的基督徒 有很多是陷在贫困当中 Yes,基督徒会穷的 基督徒有穷人 稍后我们再出去 这次亦都一样 他说保来要这样做 因为马其顿阿该亚人 乐意奏出捐行 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今天在 我想不仅是北美的现象 今天在很多地方 有人传所谓的 Wealth and Health Gospel 你信耶稣就会富有 你信耶稣就会健康 你信耶稣就会健康 你信耶稣就不会生病 完全没有圣经根据 圣经告诉我们 基督徒里面 圣徒当中 耶路撒冷 Mother Church Flagship Church 可以说 里面有穷人 但马其顿的信徒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详细讨论 或者去揣测 为什么他们当中会有穷人 有很多的因素 历史上有很多的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 在马其顿的信徒 他们当他们知道在耶路撒冷 我们知道马其顿就是在希利半岛 所以大部分是外邦人的一个教会 但当他们知道在犹太地区 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大部分是犹太人 基督徒的教会里面 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他们乐意的去抽出捐行 来给那里的穷人 而且保罗的介绍 我告诉我们在高林多核书里面 这班信徒 他们在患难中受大事年的时候 仍有满足的快乐 在极穷之间 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 不是我钱太多 拿出来捐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他说他在他们自己 在患难中受大事年的时候 当他自己也有缺乏的时候 但他们满日的喜乐 和极度的贫穷 会流出一个丰厚的慷慨 我感谢这个新日本的翻译 是有两个的实现性 一个是他们有满日的喜乐 在基督里面 虽然在物质上 他们有很多的贫困 有很多的需要 但他们心里面有这个 overflowing 一个禁不住的喜乐 在他们的心里涌流出来 加上这个极度的贫穷 他们自己需要 他们看到远处的大兄姐妹 有一样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却是会流出一个丰厚的慷慨 它是融合出来的时候 是这个满日的喜乐 开过了那些的贫乏 激发出一个超现的见证 保罗也都为了这些信徒做见证 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 而且是过了力量 不是多余的钱拿出来捐给 捐赠给这些有需要的人 是他们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 不是保罗去屈他们 不是保罗去shame them into doing it 是他们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 再三地求我们 保罗说他求我们准他们 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这班的信徒 在马其顿的信徒 他们看自己能够 参与供应别人的需要 是一件蒙恩的事 他们觉得这个是恩典 他们不觉得这个是一个亏损 他们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吃亏 他们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吃亏 那时候我和一班 国语部的电影姊妹 有情契最后他们看到 那基督徒是否应该吃亏 保罗在国内的前书 为何大兄大兄相告告到法庭 为何不情愿吃亏 圣经给我们看到 我们情愿吃亏是因为 当我们愿意这样去摆上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那份的喜乐 是远超过那些的物质 今次可以来到他去补偿 他们看到我能够去参与供应别人的需要 是一件蒙恩的事情 所以他甘心乐意 所以他就尝到在神面前那种满足的喜乐 如果圣经告诉我们 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 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 保罗转一步的解释 这个固然是他们乐意 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 虽然这些信徒是乐意捐献是主动的 没有人不决他 没有人逼他 他心里面的喜乐 也是真正主观他们自己的经历 但另一方面 这个也是他们的本分 本分愿文 他们付的债 他们需要还的债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因为外族人既然分享了犹太人属灵的好处 就应该供应他们肉身的需要 虽然在教会这个新的信徒群体里面 已经不分犹太人或者希利利人 在神的眼中 无论犹太人 无论希利利人的信徒 都没有高低轻重之分 但是从神救赎计划的展开 从全课福音的历史进程的 historical progression来说 犹太人的确实是首先被神选用的器皿 按肉体来说 前面第九章保罗演说 按肉体来说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都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所以凭信接受神所赐 属灵恩典的 属灵福气的外邦人 我们在分享 犹太人属灵层面的好处 他们曾经交托给他们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 就是分享 这个在世人的见证 在世人的事工 因为扮者供给的事 在犹太 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的时候 更加证明 在耶稣里面 我们帮人犹太人都成为一体 给我们看到 我们不单是帮助在耶路撒冷的穷人 圣徒中的穷人 解决了物质上面的需要 更加显出 无论什么背景的 什么种族背景的人 都是神私印的对象 都是神要使用的器皿 都是神恩典流通的观度 这个就叫神得到更多人的感恩 叫神得着更多的赞美 所以这个是保罗侍奉的一个优先 不是因为人得到多少 是因为神得到什么 他知道当这样做的时候 是显明神的恩典 是临到外邦人犹太人 是成为一体 是一个 对当事的人来说 是一个突破 叫更多 就叫许多人 越发感谢神 越发感恩 越发赞美 越发让神得着他当得的荣耀 所以他说 所以我办完这件事之后 这是更加重要的事 我办完这件事之后 把那奉献的果子 盖印封好了 交付他们之后 就要经过利门 那里往西班牙去 保罗从来没有放弃 他要去西班牙 要继续go further 继续迈进 将福音来托展的这个计划 只不过他才要将更重要的事 完成 我会帮人的信徒 捐赠给犹太信徒的物质供应 也可以说是奉献给神的生命的果子 因为显出他们的价值观 已经被更新 已经被变化 顺住之前 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都是 常常都在想 what is my mind me mind 唯有当我们生命被翻转 我们生命被更新的时候 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大碗 我们才会看到一个 他愿意成为神手中的器皿 去触摸那些有需要的人 个印封好是当时的business lingual 一个商业用的用词 就好像农夫把你的农产品 收到一个袋子 装好之后 封好你自己的印封 就证明 如果那里写着是不是泰国施苗米 那就是施苗米 不是socialized 就是来证明那些东西是真实的 这里的用法就是 保罗和他的同工 将他们收集的那些捐钱 捐银 包装好整理好 盖上他们的人做政策 这里就是我们收了这么多 就全数交给你 将他们交付给 尔路撒冷的圣徒之后 他就可以放下这件事情 当他公正地去处理好捐银的事情之后 他就继续向西埋进 他就要经过罗马往西巴亚去 虽然罗马城不是保罗士工计划最终的目的地 但他很清楚地说 我知道我到里面那里去的时候 一定带着基督封城的福分 他去那里不是只要去做fondraising 不是只要去冒险 只是去期望得到当地信徒的自作 他也是要将属灵的恩赐 分给你们 使你们可以兼顾 保罗要将罗马城的教会 罗马的信徒群体 建立成为他 向西继续托展福音的 一个根据基地的时候 他知道他需要兼顾这个教会 他去到我先服侍你们 我先建立你们 我先和你们相交和分享 将基督领受的丰盛福分 带到他们当中 和这些在罗马城的信徒分享 信徒在群体生活中 我们要互相分享 互相供应 是我们服侍人的一个途径 而且是叫神得荣耀的一个途径 我们不要单单只注目在地上的事 保罗征所说 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我们不要单单顾住 哪些是我的 哪些是我们的 是神的 是神给教会的 使徒侍奉的優先是叫神得荣耀 你和我对于供应教会事工所需要的物质 在这件事上面 我们有没有看到 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我们的侍奉 这是神委托我们要去做的 是你管理神交托给你的 金钱资源的操练上面 这是一个优先 我们在港台很少说奉献 很少说tiving 我只想提大英姊妹一件事情 根据保罗征在这里 给我们看到的原则 奉献 金钱上面的奉献 是一个的优先 换句话说 当你拿到贡献的时候 你应该先 按着心里所着定的 按神的感动 心里所着定 把钱分出来 不要等到月底 我剩下多少钱才给神 我不知道 我希望我们当中 没有人有这样的practice 有这样的做法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原谅我这样说 我情愿你不要给神 神不要我们的施食 神要的不是我们的施食 我剩下来的给祂 求神帮助我们 真的看到我们奉献 无论多少是一个priority 是一个优先 是我们先把那些东西分别 为什么神要我们十一奉献 就是要他藉着这样 来表明我承认 我知道我相信 我所有的一切 从神那里而来 所以这份是 祂要多少我就给祂 是我按着祂的教导 来去管理 来去运用祂给我的资源 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做好 我们要做的事 只剩下来的先知悲失 求神念吻我们 在拓展神觉的事工上 我们如何去参与 我们有没有真的为到 宣教士未得之文 来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会为祂祷告 我最近发现 真的要这样做 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大家知道 早两个月 我们有Kairos宣教课程 我们上完堂之后 一班参加的大英姊妹 我们有一个立志 我们每个礼拜 为一个未得知文群体 来去祷告 我坦白地告诉你 I do not keep up 因为很多事一乱的时候 我就忘记了 或者是每一天 去为同一个群体去祷告 我们真的要 说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就真的去为他们祷告 不是只是口里面说 我们有没有去透过教会 猜传奉献去支持 教会承诺去支持 那些宣教士 那些宣教机构 或者透过你自己的管道 你成识的宣教士 你愿意去支持他们 求神帮助我们 真是看到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责任 这个是神 叫我们在运用 祂给我们的资源上 神给我们的原则 当我们和信徒 去分享属灵的福气 当我们去供应肢体 物质上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才能在神面前 成为一个中心两善的仆人 资源是神给我们 我们怎样去运用 我们有一天都要向那位的主教掌 保罗清楚知道 所以他怎样的力度去服侍神 然后保罗提到 除了他希望得到 罗马教会的信道 在物质上给他的资助 他更加期盼的是 有祷告的同工 但希望我藉着我主耶稣基督 又藉着圣灵的爱 他说 他说 基于我们侍奉同一位的主 我们有同一位圣灵 囂灌在我们心里面 那份神圣 舍己的爱 那个阿加匹勒 神圣 舍己的爱 保罗圈 呼吁这些信徒 要成为他代祷的同工 一起 揭力地去祈求 为着他 为着他的事工 来祈求神 他祷告的内容有几个 第一个他说 他说 都是环绕着他目前的事工 和他未来侍奉的计划 他第一个说 使我得救援 脱离犹太地不信的人 他知道他当时要计划 要上耶路撒冷 所以他祈求神 让保罗可以得到拯救 从犹太地有些不信耶稣的人 特别是持守犹太教信仰的人 是很反对他的人 以为他在外邦的地区 可以到处去教训众人 去踐踏以色列百姓律法 甚至圣殿 那些犹太人 保罗说 请你为我祈祷 可以从那些人的手里 可以被拯救出来 我不知道他真的是 有从神特别来的体见 还是他自己有先见之明 后来真的这样发生 我们知道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 那些人 那些反对他的人 把他抓住 拉他出电 电门立刻就关了 然后他们正想要杀他 因为他不会在圣殿里面杀他 所以你必须不在圣殿里面 去求保护 门都关了 绝杀他的路 正想要杀他的时候 神使用很奇特的一个方法 神使用罗马军队 罗马军队的千夫奖励 将他从这些暴民手中救了出来 所以保罗 请在罗马城的信徒 为他祷告的 第一样 神已经英文了 神真的拯救他 从这些不信的犹太人的手中 救了他出来 然后他说 也让我为耶路撒冷服侍的事 得梦众圣徒越南 我相信这个翻译更加准确 不单单是说到 带去耶路撒冷的捐款 得梦越南 要犹太人收你钱 我觉得很容易的事情 不是这么大的挑战 但保罗说 是我整个的这个服侍 我可以得到犹太人里面的圣徒 他们能够去接纳 他要促进外邦人和犹太信徒之间的相互关系 增进彼此 他肯分享肯供应所做的事工 他希望在耶路撒冷的圣徒 教会的领袖 那些使徒 让他先作使徒的那些人 能够去接纳 能够去阅纳 能够跟他们合作 能够认同他从神看到的 这个服侍公的方向 后来保罗和他的同工 他们去到耶路撒冷 圣经记载 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 第二日 保罗和他 一班人和他去见雅各 就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见教会的长老 说到神怎么用他们 在外邦人当中所行的事情 这班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就是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 保罗所求的神都应允 保罗要那些罗马信徒 和他一起去祷告的事情 他能够去被拯救 他所做的工作 特别是帮助犹太信徒 外邦信徒 能够去合一 能够去建立一个 彼此相助彼此相爱的关系 神都应允了他 保罗还邀请信徒代求一件事 即使我照着神的旨意 高高兴兴地到你们那里去 好啊 你们一同得安息 保罗想去罗马 去了很久 但他说我仍然是要 他仍然在祈求 要听到神的确认 他说我要照着神的旨意去 虽然我很想去 但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 更加重要 什么时候是神的旨意 要我去更加重要 他到罗马的行程 是要安置神的旨意 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旨意 所以保罗在他的 聪觉事奉里面 给我们看到他的 他的确确是 尊心仰赖耶和王 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他在他所行的 一切所行的事上面 都认定他 都认定神是神 都认定耶稣是他的主人 他是耶稣基督的旨意 所以他是按着神的旨意 来去行事 包括他何时去罗马 事实证明 当保罗回到耶路撒亚的时候 我刚刚提过他 那些犹太人想要杀他 想要攻击他的时候 罗马的千夫长将他救了出来 救完之后去了哪里 救完之后他被囚禁在干萨尼亚 囚禁了超过两年 然后在罗马的预刑 一个伯父长的押送下 去到意大利 终于他进入罗马城 他进去的时候 保罗梦允和一个看守他的兵丁 另住一处 我没有办法去判断 保罗行李高高兴兴地去罗马 就是被人押住 和其他囚犯一起去 但至少是free trip 不用钱 所以可能对犹太人来说 都是mean something Anyway 而且他去到那里 他真的去到 他如愿如常的 和罗马的信徒相会 他去到那里是很free 因为他在一间屋里自己去住 换句话说 他是house arrest 他用今天的语言 就是软禁 不是好像在罗马的监狱里面 保罗在罗马坐牢有两次 这是第一次 是轻松很多 第二次是他寫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他临死之前 他真的在那里 在地下的洞里面 但在今次 他真的可以和信徒来到 彼此相交 我相信他真的在那里得到一些安息 特别如果你知道他由 赛利亚去到罗马的时候 途中经过的几多的风险 他真的终于去到罗马城 得到安息 最后保罗祝福那些 他所期盼成为他同工的罗马 是愿赐平安的神 上和你们众人同在 求过一位平安的源头 平安的神 赐平安的神 他是平安的源头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平安 He is our peace 赐给这一间有犹太信徒 又有外邦信徒的教会群体 可以和平相处 因为这个是保罗一直看到 他的体会是一件重要的福分 是教会如何活出 不同文化背景 甚至对他们来说 不同宗教背景 在基督里面 无论是犹太人 或是希腊尼人 自主的、遗老的人 或是男或是女 都成为人 这个合一的见证 是保罗所期盼 为教会祈求 Roland Bingham 是一个加拿大人 在一个见证里面 我跟他说 他一次和一个很安静 很小的 苏格兰女士的相遇 在一个交谈中 影响了他的一生 然后告诉他 那时候他们住在Toronto 在Toronto 去到蘇丹 去到非洲 几千里 中间有几多地方 千千万万 甚至亿万的人 是活在黑暗当中 他挑战他 1893年 Roland Bingham 和这位女士的儿子 Walter 再加上一个美国人 叫Thomas Kent 他们做了共同一个 的遗像 他们要去 向六千万未得之民 住在苏丹 苏丹 就是在沙哈拉 沙漠以南 在尼罗河 和尼日以河 Niger River 中间的地区 他们三个人 他们想有这个 的负担神 给他们一个遗像 他们要去那里 传福音 要向那些美得之民 六千万的人 去传福音 他们接触不同的宣教机构 结果都是得不到 任何的支持 大部分的机构 告诉他们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你们没有可能 可以影响到这个地区 但是这个东西 并没有阻碍 这三个年轻人 他们决定自己去 没有新鸭机构 他们支持下 他们自己去 1893年12月4日 Walter Cork-Gowen Roland Bingham 他们都是在Toronto去的 和Thomas Kent 在Buffalo New York 他们三个人 去到尼利亚的一个城市 当时Gowen只有25岁 Bingham还未到21岁 还差两个星期才21岁 Thomas Kent 23岁 都是二十多岁出头的年轻人 他们去到之后 三个都患上弱疾 几个月之内 Gowen和Kent 都死在尼利亚 一年半之后 Bingham自己一个人 回到加拿大 他带着Walter的一些遗物 他要回去交给他妈妈 因为当时的环境 不可能把他的身体运回去了 所以Walter,Gowen和Thomas Kent 都是丧生在尼利亚 丧生在非洲 他自己一个人带着 他的同伴 他的同工的遗物 回去见那位太太 就是那个挑战他去苏丹的 这位太太 他去到他的家 他两个人相对无言 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说 过了一会儿 各位女士跟他说 Well,Mr.Bingham 他说Bingham先生 我先用英文读出来 I would rather have Walter go out to the Sudan go out to the Sudan and die there all alone then have him home today disobeying his lord 他说 我情愿我儿子 孤孤单单的 在苏丹的地方 死在那里 都不愿意他 留在家里 而违背他的住 Bingham决定他再去 他再去苏丹 1900年 他再一次的 回到苏丹的地方 他第二次的上市 同样的失败 因为他再一次幻想弱疾 他知道他不能够再回非洲 他的身体状况 不容许他去到那里去侍佛 他回到加拿大之后 他组织一个 他最初的一个组织 他们猜派第一个队伍 1901年 去到苏丹的地方 在那里建立一个 福音的基地 在Batigui的地方 在那里就开始了 苏丹内地会的事工 Sudan Interior Mission Bingham最後 有人访问他的时候 他说 我们这个机构的成功 means nothing 比起一个国家 可以对福音 敞开 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不是我们机构做什么的事情 我们的失败 甚至是我们的同工在那里 丧命 亦都尼不足道 因为他说 因为他说 even death is not a failure 在他的眼中 尽然他的同工在那里 葬身在尼尼亚 可以说 在未带一个人信主之前 卓斯美节 神先死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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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旨意 已经成全 福音 可以进入到这个地方 神使用死亡 同样使用生命 来到去托展他的事工 这三位年轻人 他们跟随保罗的脚中 他们不安于在基督之名 被清过的地方传福音 他们不停地迈进 他们不停地再回去 他们闯开苏丹的门 让福音 让这帮对福音被封闭的千千万万的人 可以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当兵人发现自己不可以回去做的时候 他不可以再在前线去工作的时候 他没有放弃神 透过Walter Gowen的妈妈给他的遗价 他就设立这个苏丹内地会 他就推动在后方的基督徒 怎样去分享 怎样去供应 支援在苏丹的宣教士 弟兄姊妹 你和我怎样去回应 我们怎样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恶的门徒 哪里是你的苏丹 不一定在非洲 我相信更可能是在美国 但你没有认识你在近处 在你的邻居 在你的接触到的人群当中 那些未得知问 那些闲民福音的群体 今天我们留在大后方的信徒 我们有没有成为宣教士的同工 成为他们代讨的同工 成为他们物质上面去供应 分享的同工 保罗呼吁信徒 你们要行切祷告 在此敬省感恩 也都要为我祷告 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我们有为了能够参与福音事工来感恩 保罗话在此警醒感恩 我们能够去为宣教士去祈祷 藉着祷告的权柄 去闯开传道的门 我们能够神托父交托给我们 有物质的资源 可以去供应侍奉神的人 在前线去做这个福音工作 我们有没有为这些事情感恩 我们有没有掌握这些机会 来做好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透过你自己的怀疑 透过保罗的榜样 你透过Bingham的榜样 你透过Goldwyn和Kane 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 是要我们不断地迈进 勇往直前去到那些未得之地 去到那些未得之地 去向那些未得之民 来到传福 无论是我们自己直接去 无论是我们支持宣教士去 无论是我们猜拔短算对去 我们的眼目都是向前看 我们的眼目都是向外看 看你自己的心意 看你自己的旨意 看你自己的旨意 如何去信服 如何去进行 如何去回应 如何去感恩 感恩你 让我们有机会去服侍你 让我们有机会去参与 让我们有这些资源 求主帮助孩子 帮助众弟兄姐妹 如何做我们的 金钱时间能力的好官家 叫我们真的不再为自己求 为己无所求 为主求一切 求你自己的心意成全 求你自己的救速计划 你这福音继续的 不断的前进迈进 求主使人听我的祈祷 欢迎耶稣基督的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